如软为心如虎 而随身遇到 凡之则为刚强 刚强就难教化了 这说谁呀 说自己不是说别人 我自己不能够横顺众生 过心就显得刚强 刚强叫人人不服 所以我叫人人不听 认为那个人刚强难化 错了 翻过头来是自己刚强难化 我刚强我难化众生 不是众生刚强难化 我入口我就能感化了 一天不能感化十天 十天不能感化一个月 一个月不能感化一年 很难感化的人 一年二年都被感化 你得有耐心 如虎致志 致志是用真心 亲近平等绝地心 去学如虎 就是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要能随顺人 不能叫别人随顺众 我要随顺众 初学的时候要忍受 不能忍受的也得忍受 为什么我修行 我要把我不能忍受的 修掉 要像佛菩萨一样 统统不能忍 这个多好 没有不能忍受的 没有不能忍的 所以说 忍 忍之 不能忍 一般人不能忍 我能忍 我的成就就比人高 你得三昧的时间 比人家快 得到的三昧比别人深 不一样 谁得利益了 自己得利益了 刚强的人 首先不能够独自己 自己不能成就 你如何能成就别人 那佛菩萨 圣衣先生 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首先克服自己 然后再帮助别人 我们把自己忘掉了 完全想克服别人 结果到最后 一四五成 跟众生结怨 得到的是什么呢 生生世世 六道轮回的报应 干这个去了 那这个才真正叫 刚强难化 我 是 感谢观看